台東美術館慶祝十週年的晚會十分特別 邀請了歷任的文化局處長 還有多位國內大師級的藝術家一起來出席 同時還邀請了李奇茂老師現場輝豪 祝美術館十歲生日快樂 台東美術館一號歡度十週年館慶 下午舉辦館慶十歲十歲特展開幕典禮 由東海國中合唱團的歌聲揭開序幕 並播放美術館的故事 有的時候會想起上天去遊玩 乘著一個大氣球 往下滿天空上昇 同時配合台東氣候特質 打造藍花採光 雨水回收再利用的神灰建築 活動邀請歷任文化處長及多位國內大師級的藝術家與會 包括吳俊三 李奇茂 錫慕榮 梁亦芳等 更邀請李奇茂老師現場輝豪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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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術館 美術館這些年不但豐富了台東憲民的美感經驗 更提升了台東的文化自信 現在還有誰敢嘲笑台東是文化沙漠 沒有人可以再說台東是文化沙漠 我們去看今天好了 今天這個十周年的特展 洪通 李奇茂大師 吳炫山 歐豪年 江賢二 蔣勳 錫慕榮 梁亦芬 錫時斌 賴淳淳 學學文創 還有我們在地的林永發 這樣的超級巨星的組合 我相信絕對是史無前例 真的是意義非凡 不要懷疑 就發生在台東 我真的不相信其他的美術館有辦法 一次召集這麼多的大師 來共同這樣的一個展 所以我要深深的感謝 參與此次這個特產的藝術家 尤其是我們洪通老師的這個兒子洪世保先生 他把他私人收藏的六幅 洪通的畫作 借給我們來展出 這個非常難得 那麼 謝謝十年來 這麼多 其實是走遍世界的 美術館一郎的這些大師們 縣長也特別頒贈美術館榮譽顧問證書 給李奇茂老師 縣長黃堅廷也表示 美術館的來館人次逐年成長 是所有人的努力 也期望美術館成為未來台東美學的重要基地 記者廖婷娟台東市報導